民進黨首度舉辦了新南向 在臺灣東令營 邀請了新南向國家的新住民子女 和喬生一起來參加 介紹臺灣的歷史 進行文化交流 副秘書長林飛凡現身會場 引發了不小騷動 民進黨首度舉辦新南向 在臺灣東令營 開幕儀式上請來副秘書長 林飛凡來替學員上課 20多位新住民學子和喬生參與 他們具有巴基斯坦 印尼 越南 馬來西亞 等不同國家的背景 提出他們對臺灣政治生態的觀察 加深跟他們的連結 那當然也是希望說 就是臺灣的未來 他們也會是非常非常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員們在兩天一夜的活動 了解臺灣多元文化 與歷史進行深度交流 也使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能持續向下扎根 華視新聞 江聖宏黃瑞麟 臺北報導